来我们来看第一题 雨滴在空气中落下 当速率在变化不大的范围内 雨滴受到的阻力跟速度整理 这重点就是速度越快阻力越大 那下列何者 雨滴的速率对时间关系图 何者是正确的 来我们可以写出一个算式 就是这个球 它受到重力 重力我们会把它写成mg 但是呢 这个球它有受到空气阻力 空气阻力我就写成f 这个加速度还是朝下 那根据牛顿定律f的ma 那个f要合力 就是重力减到阻力 合力可以写作ma 当速度越快的时候阻力越大 可是加速会越小 所以它的vt图 速度越快加速越小 那就是这样的话 它的斜率变小 所以我们来看选项 答案比较接近的就是b 点击